這裏有兩斤羊腩 首先用一些水 將它出水 讓那些髒東西走出來 水稍微煮沸 可以關火 然後拿去沖水 用凍水把髒東西沖走 沖走髒東西之後 將它晾乾水 煮羊腩一般人們會用 用當歸、馬蹄、腐竹 一些香料去煮 但我不太想用當歸 因為有些高血壓的人 也不太吃得當歸 所以我用了南乳和腐乳 另外要切薑 還有八角 這次的羊腩比較多 在這裏切四片的薑 在鍋裡加少許油 把八角放進去 把薑 讓薑爆到有香味 把羊腩放進去 開著大火 將它炒一炒 炒一炒 炒一頓不乾 加一件南乳 加一件南乳 一件南乳大概 一吋左右大 把醬汁放進去 再炒一炒 這個時候 會聞到很香的薑 八角的味道 再炒一炒 南乳的味道會很香 這個時候 家人把腐乳買回來 再加一些腐乳 有些人不太喜歡南乳的味道 因為比較重味 我可以考慮用腐乳 但有些人不太喜歡腐乳 有些不太好聞的味道 其實我覺得南乳也不錯 不過放的份量不要太多 如果真的不太喜歡這兩樣的味道 可以考慮一下 用乾龜 或者是馬蹄 腐竹去炒它 這裡放了四件小腐乳 再炒一下 再炒一下 一邊炒 會有很多香味 出來的 另外有些煮法 就是用馬蹄 腐竹 或是冬菇 加些筍 去炒 去炒 加些醬油 或少許酒 去炒 到吃的時候 有些人就喜歡 煎腐乳醬 這個份量比較多 我再加多兩磚小腐乳 這個腐乳我都很喜歡 因為它不辣 味道很好 一邊開著大火 炒了幾分鐘 香氣走出來了 我們加些月菜 把羊腩 壓在水裡 其實兩斤的羊腩 看上去也不是太多 水不太夠 再加多些少 有些人喜歡 將水 加到蓋過面 我就喜歡 它突出少少 等它滾起 收回中小火 慢慢炆 炆開 炆菜 有時候不肯蓋 喜歡 剪一張錫紙 或者剪一張牛油紙 把它對摺 在中間 剪一張 其他地方 剪一些細的三角形 這樣 就剪了一些洞 然後 將它放在上面 顧著做小手工 忘記了一樣東西 做這個羊腩 我會放一隻蘋果 放不放蘋果 大家可以自由選擇 因為這個羊腩 不會放冰糖 也不會放砂糖 我想它有少少甜甜的 因為今天買不到馬蹄 以前我煮過羊腩 會放雪梨 放雪梨這個方法 是肉攤的 阿伯教我的 蘋果 蘋果切好了 將它放進去 火要開大 因為放了蘋果 會很快降溫 蘋果不用浸在水 大約這樣就可以了 甜味會慢慢滲入醬汁 讓它慢慢滲 不用太大火 只能看到水 噗噗噗噗噗噗 少少這樣滲 就可以了 煮了 約1小時 零三個字 左右 現在可以把這個拿起 可以試試 肉 否則不夠軟 其實都已經軟了 水便會少了些 可以把蘋果拿起 如果不介意蘋果變成漿 就這樣也沒什麼所謂 可以試一試味 看看是否夠鹹 不夠鹹的 可以加些腐乳 在這裡準備了啞煲 啞煲魚先燒熱了 然後 把羊腩放進去 可以做好 人多就可以了 可以用一個大小鍋 可以用一個大小鍋 我只是為了一個裝飾 所以用一個小鍋 去煮它 这个羊腩锅在滚 我们喜欢吃一些腐竹 可以加一些腐竹 这种是鲜腐竹 在街市也能买 每买豆腐的档口 就问它是否有鲜腐竹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加一些生菜 或者把羊腩吃得差不多了 再放生菜也可以 这个羊腩锅做好了